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近《冰与火》的导演傅东宇就公开谈论当初选择王一博的原因 傅导表示陈宇的扮演者当时见了很多演员 王一博的年龄气质都最不合适 他的形象并不符合警察 他的样子小小的 有点小牙匹 当时的他也不是如今的火爆 但就是他的执着 他的镇定 他眼睛里的清澈 他的渴望 让我决定 就是他 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发自内心的 只有内心足够纯粹和坚定 才会在眼神中自然的流入出来 曾经最不像警察的王一博演好了陈宇 成为《冰与火》剧组 从导演到对熟悉演员等等所有人口中的惊喜 尤其是傅导演 曾不止一次的毫不吝啬对他的夸赞 在冰与火的拍摄中 他身上受了伤 心底掏出了魂 你是个演员 是个称职的好演员 王一博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演员 导演从来都是爱才的 而遇上一个有天赋又努力的好演员 又何尝不是一大幸事了 傅导每一次抑制不住的夸赞 足以说明一切 优秀的人只会因为更优秀而被认可 说的就是王一博 附到曾经的一句就是他 换来了王一博的感谢选我 因此珍惜机会 竭尽努力 没有强大的背景和资本撑腰 唯有才华和付出 用真诚和纯粹赢得决策 用实力和努力收获掌声 王一博从来都是这样 给每一个选择他的愿 回馈以惊喜 用结果告诉所有人 选他不会错 或许会有人说 不懂遇到和王一博 就是千里马遇上了他的伯乐 虽说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但首先自己得心要是千里马 不是吗 怀猜不遇 毕竟只是少数 只有日积月累的坚持 才终将会后继勃发 所以期待冰与火的正式上线 也期待演员王一博的每一次经验亮相 实力领跑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持续发力 大火后三年一元强劲 如今的王一博商业价值在内于可谓是独树一帜的标杆存在 引来太多人的关注 自然是羡慕极度的节奏 如此好的资源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为何大平台会频繁向他抛来橄榄枝呢 大火三年 为何如今的势头反而越来越强劲 首先在业界都知道 一个明星的带火能力最高的价值时间段 无疑是爆火后的一年之内 这个时间段是粉丝的兴奋商头期 特别是如今的流量快销时代 带火能力的一元 大部分在爆火后的资源 都会呈现井喷式增长 无疑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的体现 也是呈现了这个趋势 从2019年开始 14个代言 到如今高达了36个 暴增了一倍之多 纵观如今的王一博的全新代言 更多集中在了行业投牌企业 给的Title基本是都是最高的 可见其实力到底有多强劲 再次 之前小妖就多次提及 王一博的顶尖价值观的理念 作为C世代的代表 国家选中的 自然让他的咖位瞬间提升 这也是众多大品牌看重的一个重点 随时代无疑是当下炙手可热的消费群体 大型品牌借助王一博的形象跟影响力 完成了品牌的年轻化转型 还有一个重要点 商业价值如此高的存在 就是王一博跟产品和品牌的负能 王一博身上的特质明显 热爱执着 跨圈实力 全能型的C世代代表 他赋予了太多的可能性 让品牌的调性更有选择性 也让品牌对王一博产生了形象依赖 最重要的自然是带货实力 强大的饭圈对王一博的钟爱度跟认可度 绝非普通流量可以匹别的 他的特质太明显 戏粉实力 绝非一般 一人千面 涉猎圈层又全面 纵观王一博的代言看 他走的路线更是亲民作风 菜阶地气 自然深受大众喜欢 王一博的粉丝群体中 有个特殊性 麻粉跟男粉一军突起 这个强大的购买力 注定了他的商业价值的别具一格 空口无凭数据为证 就拿最新的数据来看 2021年全新季度 明星商业价值榜 王一博当之无愧继续领跑 同时在最新的618大促中 最新鲜的数据出炉 让人惊叹的同时 也看到了这个带货实力强劲的男人 绝对让人刮无相看 最新的代言生气啵啵 跟勇闯天涯雪花啤酒 更是官圈后 线上线下同步给力 各种的牌面 让你眼花缭乱 这是为何王一博 会有如此高的商业价值 哪怕是在大火后的三年 反而更是越演越烈的节奏 说一千到一万 王一博视频实力出圈的 他能拥有如今 也是后继勃发的硬实力在支持 所谓的幸运跟外在 都只会是短暂的停留 任何一行 还是依靠个人的实力 跟人格魅力来说话 王一博活动生涂曝光 高清镜头下皮肤状态超渴 比精修涂还能打 日前 王一博出席某品牌活动 现场做了宣传 并且迅速在网上也曝光了自己在现场的生涂 不得不说 我们夜博真有延任性 生涂加高清镜头对脸居然全无压力 相反他的皮肤看起来是如此的柔软和明亮 甚至毛孔都无法看到 因此这种状态就被称为超渴 生涂考验着颜值 其实寸头也一样是检验颜值的标准 但是我们夜博也一样很轻松的喉与住寸头 而且他居然还把头发染成了墨绿 不仔细一看就无法看出自己有没有染发 但是在有灯光的地方 他这墨绿色的头发显出了光亮 使他整个人在阳光明媚的气质下 又多了几分清凉之感 真不愧是我们的酷哥 网上除了曝光了一张素颜照外 工作室当然还发布了一组素颜照 看他的素颜照时 还配上了寸头 高颜值 一身黑色西装 给人一种简约时尚的感觉 但他这么好的一个形象 其实光是生涂就已经很完美了 连生涂自己看着比精修还能打低他 更有几分真正的帅气 自出道以来 王一波一直都是红极一时的 只是在出演《陈情令》之后 他的人气才逐渐回升 而他的走红则是因为红到发子 因为不少人被他在剧中 高冷优雅又帅气的气质所吸引 次元 这两年他在娱乐圈的人气与热度越来越高 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男神 认识耶博的小伙伴都知道他大部分时间给人的感觉是挺冷酷的 让人觉得有些不敢靠近 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男孩 特别是当他笑起来的时候 或者在综艺节目中做游戏的时候 他真的很软萌 连王三岁都能用来形容 当然他的形象其实可塑性还蛮强的 可言可甜非常迷人 尤其是那张俊俏的脸庞 不管是生涂还是修涂都如此敬艳 他通常素颜出镜 没有妆容的修饰和点缀 同样让人眼前一亮 因为他不化妆的她反而更显眉清目秀 因此可以看出我们耶博真有颜韧性 不需要任何美颜或者化妆衬托 光靠自己优越的底子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